調通媽媽界的康髮子謝娜 有什麼小心機可以讓他發現就是 3秒7秒凝視法 標節7秒時間 憲憑直呼吸 你在盯在健康 這樣嗎 你確定嗎 表弟妹們 你們有就是很多愛情的困擾嗎 我們今天請到一位來賓非常厲害 她是台灣調通媽媽界的康髮子謝娜 嗨大家好 我是林森北路最出名的少數外媽媽 嗨我叫是安娜 沒錯沒錯 因為剛剛有說是康髮子嘛 然後一定是在林森北看過各式各樣的男女 什麼樣特質的女生會讓男人忘不掉 有三種女人 第一個就是男人的初戀 初戀沒辦法 初戀 對 那第二種女人呢 就是花男人最多錢 卻又得不到的 最讓這個男人遺憾 像韓劇那種 被迫被媽媽什麼爸爸媽媽分開 就有點戲劇成分在裡面 對對對 然後第三種就是床上功夫最合的 我跟你講我們只能吵第三點邁進 沒有沒有 我們來不及 我跟你說 因為我們一有可能 我們一 對一已經來不及 你就找一個13歲 算吧 那那 妳在 姐妳在林森北路收入最貴重的禮物 我還在問我等一下 對啊 為什麼要花最多男人錢 妳的CUTY很生硬耶 我還沒聊完這一段 我小炮 我為什麼要花很多錢 我就沒花啊 對 我跟你說 很多女生就會覺得說 我自立自強 我何必花男生的錢 但如果是以前 我們家媽媽桑就會罵 妳就是 石斑在賤 在欠缺 就是沒有拿錢 就脫褲子 比戟女還不如 哦 我認真說的 所以 所以 不是 你知道 有時候是 越好的男人 越要跟他拿錢 當對方 付出越多的時間成本 跟金錢成本 在你身上的時候 他就越離不開你 還沒進這一行之前 我在夜店認識了一個法國男生 飛去法國找他 那時候還沒有連行 然後我就存了半年的錢 然後買了機票去那邊 然後待兩個禮拜回來 又窮了半年 跟那時候的 第一個媽媽桑說 那是真愛 然後媽咪就 Fuck you true love 嗯 他說妳就說 石斑 過國的那個 幹幹的 再回來 那國的男生 才會輸你了 哈哈哈哈 他講得很好啊 然後我就想說 好好笑 然後他就對 然後他就說 幹 加特勢 我們加特勤 他媽比戟女還不如 然後那時候在店裡 就認識了男朋友 他也是黑人 我跟他交往大概一年左右 他就被調回去美國當CEO 他叫我過去美國的時候 我就想到 媽媽桑有交 妳就是石斑 跟他講說 如果我要去美國兩個禮拜 那我如果請假兩個禮拜 我的薪水就會變成很少 我又要付房租 又要付保險費 又要付什麼什麼 那妳可以等我一下下嘛 我努力存錢 我沒有不過去找妳這樣 我就用這樣子講 然後他就說 妳把護照給我 然後機票就買好了 買好了之後 我到那裡 每天還有80塊的美金利用錢 飛過去之前 他先匯了6萬塊給我 但是收了這個錢以後 我們要做出什麼樣的回饋 這件事也很好玩 龐大的情緒去回饋給他 即使我已經吃過鼎泰豐 吃超過200次 我還是會說 哇 這邊小紅包真的好好吃喔 真希喔 我就現在這一家店 這個日本客人 只有見我三次面 然後我們連小手都沒簽過 我們是好朋友的關係 然後我跟他講說 我想要開酒吧 第三次的時候 就拿了500萬日幣 當時則台幣大概193萬 然後就投錢 這邊三次 對 而且他自己有女朋友喔 然後 我去精華酒店拿錢的時候 值得分手 我還想說 超神器 不是啊 要是我男朋友拿193萬 給一個陌生人 就來給他 給他 給他 還好吧 給不行啊 給我 給我吧 如果我沒看錯 你會是起肝中的霸主 然後為什麼這個客人 會願意投資在我身上 是因為 對日本而言 在台灣開店很便宜 大概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的價格 然後再來就是他出錢 我出力嘛 所以我那時候是跟他講說 股份就對半分這樣子 那他就覺得 看到這個投資的商機了 不一定要用 當那什麼愛情騙子 才可以拿到錢 我們先問一件事情啊 就是表姐 你有沒有覺得幫助別人是開心的 還不錯 我也要 給機會 讓另外一個人開心 來幫助我 你要約我出去吃飯嗎 我可以問一下 到底是誰先付錢嗎 然後說愛直白 對 如果男生跟你說 就各付各的啊 那你就可以跟他說 那各付各的話 那麻煩就是可以下個月嗎 因為我這個月啊 我的薪水要 你沒拒絕 我沒有拒絕 我就會說 因為我這個月要付保險費 然後房租 比較緊的 然後手機費用 然後什麼 不是不跟你出去 我們可以下個月嗎 因為我這個月真的 手高比較緊 就是娛樂費有三減 那如果對方說 不然我去吃飯啊 他說真的嗎 這樣怎麼不好意思耶 麻煩你穿漂亮出現 哪個男生不想要帶美女出門 那如果要AA制就各付各的話 那就挑我有時間 我素顏 我出去跟你吃飯 AA制就素顏 有請客才化妝 當然啊 因為你的化妝品 那個男的沒有付到錢啊 你的衣服他也沒有付到錢啊 你還要花時間跟他出去吃飯 如果人家客人都說要請客 或者是你的朋友都說他要請客 麻煩拜託 那個妝要化 我就不信這個客人還會帶你去吃士林夜市 但買奢侈品 這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他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譬如說你就是工作忙沒有空陪我 那你這個包買給我之後 我可以對什麼事睜直眼閉直眼 譬如說你的襪子丟在門口 我也再不會罵你了 你的馬桶蓋都沒有 都沒有掀起來沒有沒有蓋回去 我也都不會罵你了 我只要看到這個包 然後我就氣消了 老公你覺得這樣如何 這也是一招 有一些還單身的 然後心中可能有喜歡的人 有什麼小心機可以讓他發現就是 進一步 破冰五大話題 來天氣星座雪形工作興趣 工程師聽說都很不甘耶 很累啊 很累耶 那如果這邊都聊完了 大概都比較熟了之後呢 發任務 你幫我拿個那個杯子好不好 就從這種小的 然後沒有 你知道這是因為我們是剛認識嗎 接下來如果你都熟了之後 你過來一下 你過來一下 比較難買要排隊的店家之後 你就可以叫我暧昧的對象去幫你排 那如果他達成這任務 我們要回給什麼 一大讚美 就夠了嗎 發任務的重點就是要激發他的父愛 如果到了天使地利人和氛圍也很好 伎倆大概就是肢體接觸跟眼神 我們要創造出那個戀愛劇的 浪漫 你今天暫停洗嘛 對 就比如說 哈 3秒7秒 你講一下 3秒7秒凝視法 譬如說我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我會突然停住 然後就看3秒鐘 譬如說他講完了某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會停住 然後就會一直盯著他 所以他會看向我這邊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閃開 3次之後就會覺得說 你真的看得到 沒有啦 這種東西可以自己變化 這個男生就一定會發現說 你到底在看我看什麼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說 沒有我覺得你剛剛講那句話好可愛 你跟他講話那個好樣好可愛 7秒暫停比較久了 就是要製造想要被親的那個感覺 萬一沒親 萬一沒親 錯開 錯開 呃 8秒 這個那個 8秒失敗叫電車 言行當中有一點那個小挑逗 就是我覺得你這樣很性感 好直接喔 那換你來 你再驚訝 標節7秒時間 哈哈哈哈 你好性感 哈哈哈哈 你在叮在鏡頭 沒有太恐怖 請問是這樣嗎 不是吧 先把眼睛稍微瞇一下 喔瞇一下 因為我真的覺得你最近 電身體好性感喔 欸我覺得你那時候我今天很壯耶 好 停住 啊哈哈哈 這就是真正的時間站起來 沒有 喊停因為就是你話講太多了 喔 你話太多了 喔 喔 對 你是好性感 可以這樣還好一點 這還可以啦 可能我們很多粉絲就已經在戀愛中 但他想要延長這個保險期的話 也是用這些方式嗎 還是有別的 就是要試著玩很多的新招 但這個很多良性專家都有在教啦 沒有沒有沒有 報名他們的情慾實驗所 但我個人覺得就增加 性技巧的能力是不錯的 我一定要分享 對 我有先 我有真的有去上 先去上了一堂 他們有提下 求是因為很旺盛 很旺盛 那個 一整趟 你說言斐老師那一集 沒有還不是 是另外一個 男生那個嗎 是男生的 我跟你講他真的超級無敵厲害 他完全不是我的菜 因為他是視覺系的男生 對 那我對視覺系的男生是完全沒有任何感覺 嗯 他要以我示範一次 我才能感受到那個力道跟氛圍 我跟你講他的所有的每個move 跟每個眼神 跟每個摸你的動作 全都是我們一輩子沒有學過的調情 然後我要我整個全身上下那個毛細孔是 不是輕功啊 不是輕功是 情慾按摩 情慾按摩 按摩 整個那個被電到耶 就是手指都麻麻的 他後來你有愛上他嗎 是不會 可是當下你會覺得 哇 如果這個世界現在全世界沒有任何人要來 泡是可以的 你懂嗎 就是 他原本不是我的菜 但是他 因為那些很厲害 技巧很厲害 我們家靠手是真的很厲害 我跟你講他有一招 他用腳幫那個人打手槍 雙大腿的內側 然後他上下 因為我們卡洛斯 我們家卡洛斯老師有教男體按摩跟女體按摩 你說這樣啊 這樣 是交叉 對 然後講在哪裡 平板 對 這裡 對 大家打我像那男生說 我的靈魂要被你抽走了 對 但是他是整個身體這樣move 像那個鼻翼 我剛開始來有些年趴著 你趴著 像美人魚這樣子 然後我的手真的很像被那個血壓機給 就是 就是這樣吸起來 你知道嗎 按摩最適合那種每天都喊累的 老公 的對象 然後但是你要抱著就純粹想要幫他按摩 但是 有可能會睡著 這個就是我們家老師要教的重點 就讓他不睡著 對 卡洛斯老師課之後我真的覺得小賴以前教的都是洗 你 欸 請問你有實用在男朋友身上夠嗎 還沒啊 因為我就還沒 你去用完再告訴我我叫的怎麼樣 發展跟他媽媽 然後看著一些勃起的 好嗎 我不敢 看著一些勃起的 好難喔 怎麼變深夜節目 對 最後一個問題的話就是多人的粉絲其實非常多暈船 就算碰到渣男他也是暈船 但是聽說 結果現在有一個就是可以離開暈船或者是分開的三步驟 比如說交往三年我就至少會給三個月的預告期 至少 十分之一的時間 這十年是十個月嗎 對 你交往越久 你要預告的時間就越久 你預告就說我要走了 沒有就是給他機會改變 就是說改變 因為你交往越久等於那一個對方付出的沉默成本就會越多 對 那所以你要預告的時間就要越長 開始停止付出 接下來呢 你要想辦法去淡出他的生活圈 當你完全單身了之後 那我又有一套就是 失戀男 對就是戀男的伎倆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明年會推出那個 現場課程 好 好棒 非常謝謝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希望大家都學下來喔 希望大家一起都順利 謝謝 謝謝 謝謝